约500名来自马大各系的教职员及学生 公民团体 民众等代表 今天下午出席910正义型活动与和平集会 过程中 参与者佩戴蓝丝带 手持废除山洞法令 维护学术自由等纸牌 声援被山洞法令提供的大马法律系副教授阿兹米沙龙 而阿兹米沙龙也亲身参与集会 阿兹米沙龙也不想过 阿兹米沙龙也不想过 学生的教授是发表了 我却不想说 我不能认识这种沉害 实际上是 他们还能说这种沉害的效果 我不能接受那种 我认识我认识 我认识那种人希望 他们想向他们声音的意见 他们他们能够做的 他们应该能够做的 当然有很多决策 有些人也要对此决策 而这就是我们要剪较的最后的结果 以让所有人能够表达他们的心意 所以我们要在对抗议中 所以我们要在对抗议中 多名名联国州议员包括 蒲总区国会议员戈宾欣 沙登国会议员王健民 市部迭区国会议员郭肃沁 四岩默国会议员林立盈 班登区国会议员拉菲兹 班迪古区国会议员努鲁伊莎 及联华院州议员张飞倩等 都有出席声援活动 在日常的渡量 我看到人们更为疼的认为 他们认为他们认为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他们认为他们认为 所以他们也会被决定 所以它们对抗议中 在中央的学校 我可以说它们只是一段时间 但在法院的法院 他们的反应很强 基本上大家都在支持 甚至同学生 甚至同学生 不可能会来到兴奋 他们会支持他们的同样 所以我们都很困难 在背後的 我們到了某些時候 學生都很誠實 現在還是沒有 如果我們不說話 接下來的年代會會受到 原因是我們的自由 因為我們的年輕人沒有做到 現在我們正在清晰 我們正在做一個改變 當然有壓迫就有反彈 所以就看我們 學術界的知識界的人 怎麼來看待這個問題 如果是我們因為這樣而感到 害怕的話退出的話 當然他們的打壓就有效果 如果是我們不認為 還是很要求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說 堅持我們的要求言論自由 學術自主自由的話 我想他們的效果 可能他們不會有很大的效果 910正一行活動與和平集會 是由馬大學生會 及馬大學術人員協會 設立的阿兹米沙龍團結運動所主辦 參與者於12點20分 在馬大校內三個聚集點 包括馬大理學院 法學院及會計學院 分別出發前往 馬大圖書館旁的空地 進行和平集會 遊行過程中 都有馬大警衛人員 在旁維持秩序 全程沒有發生任何不愉快事件 我認為是非常好 我認為是非常好 學生和學員 學員 集團結合 參與 參與 不關於這個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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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